黑色轿车驾驶急踩刹车 就是这个动作 让四岁女童嚎啕大哭 皮都被烫掉了一整块 因为热豆浆淋得她浑身都是 当时这整锅热豆浆就放在后行李箱 不过就在一个紧急刹车之下 一次因为卡榫没有扣好 整个椅背往前倾斜 这整锅热豆浆就撒到女童身上 女童一家人住在嘉义 爸爸从事职业业务 这天四口北上回娘家 由于妈妈是虔诚的佛教徒 一家人买了热豆浆要捐赠给法会 但还没抵达位在三重的会场 就先在途中出了状况 所以她这样倒的时候 那豆浆就从这边扭下来 所以就这样扭到整身 有系安全带也有坐安全椅 意外还是发生了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专家说可能只差在一个小动作 扣上卡榫 一杯就能牢牢固定 但疑似就是这个动作没有做好确认 才让整锅热豆浆 临了女童全身40%灼伤 就算是豆浆倒下来 因为后面有保护了 所以基本上她还是不会烫到小孩子 四岁小女童遭逢严重烫伤 家人实在没想到 想做公益却让女童遍体鳞伤 这次遭到烫烫伤的女童 其实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功德会的成员 平常就喜欢到处分送物资给弱势团体 没想到这次却在途中出了意外 有时候要拿理到送爱心的话 他们就会在那边记得 组工去组组 包括送我也不知道 一家人都热衷工艺 常邀请志工组外汇 供应给弱势团体 家属只希望小女童的伤 能够早日复原 记者黄天耀 陈一璇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